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心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 一间住着痛苦 另一间住着欢乐 人不能笑得太响 否则笑声会吵醒隔壁房间的痛苦 晚上好朋友们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来自星云大师的一些文字 这些文字有一个奇妙的特点 无论是听还是读 再配上一些很好的音乐 你会感觉心情非常的舒畅 我也希望把自己的这种感受带给你 好 如果你希望看到这篇文章 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 搜索添加静波频道 找到历史消息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个人死了 他才刚刚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如此短暂 这时他看见佛祖手另一个箱子向他走来 佛祖说 好了 我们走吧 男子说 这么快 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完成呢 佛祖说 很抱歉 但你的时间到了 男人问佛 你的箱子里是什么样 佛祖说 是你的遗物 男人疑惑地说 我的遗物 你的意思是 我的东西 衣服和钱吗 佛说 那些东西 从来就不是你的 它们属于地球 男人又问 那是我的记忆吗 佛祖说 不是 它们属于时间 男人猜测 是 我的天赋 佛祖回答 不是 它们属于境遇 男人问 难道 是我的朋友 和家人 佛说 不 孩子 它们属于 你走过的旅途 男人追问 是我的妻子和孩子吗 不 它们属于你的心 那么 一定是 我的躯体了 不 你的躯体 属于尘埃 最后 男人肯定地说 那一定是 我的灵魂 佛祖一笑而哭 孩子 你完全错了 你的灵魂 属于我 男人眼含泪水 从佛祖手中 接过并打开了箱子 里面 空空如也 他泪流满面 心碎地 问佛祖 难道 我从来没拥有过 任何东西吗 是的 世间 没有任何东西 是真正属于你的 那么 那么 什么是我的呢 你活着的时候 每一个瞬间 都是你的 佛祖与男子的对话 就到这里了 诚然 生命 仅仅就是一个瞬间 我们要过好它 热爱它 享受它 活着 就是胜利 挣钱 只是游戏 健康 才是目的 快乐 更是真谛 要珍惜 身边的人 不要争执 不要斗气 好好说话 相互理解 因为 每个世人的时间 都越来越少 最终 还是要 互相分离的 我们的生命 如白菊过西 不要消遣 作戒 不要无端 感叹 不要斤斤计较 好好活着 简简单单的 过好今后的 每一天 活着 就是胜利 挣钱 只是游戏 百年之后 你睡你的 我睡我的 再美丽的语言 也无法跟你沟通 因为 我们要沉睡 睡很久 很久 所以 身边的人 要相互珍惜 因为 每个世人的时间 都越来越少 最终 还是要 互相分离 好好珍惜 对你好的人 弄丢了 上百度 也找不回来 离开了 互联网 也联系不上 生命 每个人 只有一次 或长 或短 生活 每个人 都在继续 或悲 或欢 人生 每个人 都在旅途 或起 或福 人 无完人 事无完美 有些小人 你不需计较 计较会烦 有些烦事 你不必在意 在意 会累的 世界 很大 人心很杂 哪能不遇到 小人 红尘很深 人事 浮华 哪能没有 烦心事呢 想得浅一点 活着 就该随遇 而安 看得淡一点 头顶 就有一 汪 蓝天 谁都会 害怕 失去 尤其是 拼了命的 珍惜之后 却还是 什么都留不住 感情呢 还是顺其 自然吧 无可奈何 也好 心态 淡然也罢 唯有时间 能说真话 谁是真 谁是假 谁心疼的 把你的眼泪 来擦 人这辈子 有人羡慕你 有人讨厌你 有人 忌妒你 有人 看不起你 没关系 他们都是外人 生活就是这样 你所做的一切 不能让每个人 都满意 不要为了讨好别人 而丢失自己的本性 一样的眼睛 不一样的看法 一样的耳朵 不一样的听法 一样的嘴巴 不一样的说法 一样的心 不一样的想法 一样的钱 不一样的花法 一样的人们 不一样的活法 再优秀 也得碰上识货的人 再付出 也得遇上感恩的人 再真诚 也得赶上有心的人 再谦让 也得面对珍惜的人 你所知道的 不要全说 你所看到的 不要全信 这个世界 不是用眼看 而是用心品 自古人生 罪记满 半贫半腹 半自安 半命半天 半机遇 半娶半舍 半行善 半龙半牙 半糊涂 半智半鱼 半圣贤 半人半我 半自在 半行半醉 半神贤 半亲 半爱 半苦乐 半俗半禅 半神伴随远 人生一半 再与我 另外一半 平自然 用心数数 我们的生命 已经尽半 还有多少日子 够我们浪费的 够我们消遣的 够我们作践的 够我们感叹的 还是那句话 好好活着 简简单单的 过好今后的 每一天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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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吹一双山吹落山 吹尽了美丽的山谷 海平凉的风一直在吹 吹走母亲的感觉 吹走的一份决心 吹风无数的孤儿穿翻 引进了宁静的感望 穿梭着美丽的海峡上 飞向夜面无穷的海洋 吹着你吹着我 吹上明朝远的歌牙 海平洋的风一直在吹 吹着我和平的感觉 吹着我感觉的和平 吹上迷茫的歌牙 吹上村庄里的叶子果渡 飘架着南岛的气息 那是自然的辉尔风声 坠入斑斑的帝国气息 吹上出我们的冰冷树叶 飘架着芬芳的玉兰花香 吹进我们的船庄 飘架着芬芳的玉兰花香 吹进了我们的村庄 吹开我最爱的床 太平洋的风继续吹来 吹过阵争的太平洋 太平洋的风 吹过阵争的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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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在苏 陈萧ρο添拨的太平洋 吹过阵争的太平洋 吹过阵争的太平洋 幕 horrific员 感谢观看